哎呀 太亂了 天哪 这还是女人的房间吗 男人的房间都不会这个样子 哎呀 你看看你看 哎呀 就是往这消门一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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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你这三十六年的舌头在垃圾里 她怎么做的 是不是 人是个男人婆呀 看人家哪有男人 你才有男友问道的女人呢 可惜了 太可惜了 凭于快乐笑死我 男人婆 男人婆 一个男人婆 我告诉你男人婆 我一切都是为了毛笼 你知道吗 为了笼笼我可以忍 我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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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忍 我忍 我说老魏看了俩俩也挺像 他肯定也觉得很奇怪 有种奇怪的 咱们这就算是火力侦查 你说的 干啥呢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你突然跳出来吓死人了 你俩凑一块儿了呢 我们刚才一块儿吃饭来着 你俩吃饭 吃啥呀 鲍鱼 海参 大燕窝 咋的了 还得跟你汇报啊 是吗 不可能 吃那么好 不可能 你今天怎么那么闲啊 食尚也没事啊 没事 正好闲着无聊 你俩干啥去啊 带着我呗 我们有点事 我们草莓 你闲着 并不代表我们也闲着 行吗 那儿有棵树 最大树荫的那个 那儿是比较凉快的地儿 你跟那儿打点 行吗 我们办正事 你就别唱了 你俩有啥正事啊 带着我呗 改天啊 改天我们再一块儿吃饭 一块儿一块儿逛街 咱就一起吧 别等定了 一起吧 别跟着 走 不让我跟 又不让我跟 又不让我跟 我有跟 哼 乒乳 inert礼 行了把脚发下去 怎么样 有点意思 单身 关键是身体健康 就是有点胖 胖不胖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 月爱姑挺可爱的 你别说了 这些华晨衣现在看着穿着 也挺浪迹 还真是 越看越顺眼 以后咱们就叫她卫叔叔吧 你还是高兴 你叫爹也行 我告诉你 我妈也就是一夕阳红 我们哥仨管谁也不可能叫爹 这是底线 她什么意思 我问过她了 她也有那想法 我就说这事包在我身上 那还等什么呀 素素拿下呀 我哥 现在好男人 哪个年龄段子都抢 见一个少一个 见一双超一双 就这样的 拿下 只要你这儿能顺美通过 妈那儿我相信没问题 就我们店了 谢谢 看咱们俩呢 这咖啡很好喝啊 嗯 蛋糕更好 真的 等着吧 喂 这咖啡好喝啊 哎呦 我不顺悦啊 喂 这咖啡送你们 喂 这咖啡送你们 哎 谢谢啊 魏叔叔 太客气了 小意思 请慢用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位呢 是我的小姑奶奶 鱼果 这是蛋糕店的老板魏叔叔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您好 你穿衣服很有性格 真会说话 您的也不错 见笑了 听说您的蛋糕很好吃 这个还可以 回头我给你们做过 我最新创意的蛋糕 明天我想好了 什么呀 美好时代 好听好听 等您什么时候做 好了通知我一声 我给我婆婆带一块 让她尝尝 好啊 没问题 你们慢用 慢 好 美貌怎么这么长啊 我跟你说 美貌长好长寿 赶紧尝蛋糕吧 怎么样 好吃 一会儿 以后有免费蛋糕吃 妈您看 这是美好时代蛋糕 名儿好听吧 更好吃 您尝尝 妈不是说了吗 我生气了 要花这么多钱买这个 我知道您不生气了 您是谁呀 这么大忌一人 怎么可能跟我一般见识呢 尝尝吧 我给你借 对对 太甜了我不吃 您要不吃 就说明您还在生我气 真没生气 那您就得尝尝 少切一点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是 名字也好听 美好时代 真的好吃 来 你尝一块 很久以后 婆婆吃蛋糕的表情 一直留在我心里 我想 那时候的婆婆和老魏的心里 一定充满了对爱情 和幸福的向往 才会有因为美食 而产生的 如此会心一笑的默契吧 我就觉得这事肯定不对 你想啊 于果和嫂子 咋突然那么好啊 这里面肯定有事 于是乎 你跟踪他们了 老公你咋知道呢 这是你的强项 对 这方面我比较擅长 我就跟踪他们 我看他们进了老味蛋糕店 他们吃了几个蛋糕 也不是蛋糕的事 他们俩是鬼鬼祟祟进去的 刘草民 是你跟踪他们 鬼鬼祟祟的应该是你 你说你没事跟踪他们干什么 我好奇啊 我后来我一天一探 我一张一望 全明白了 一手掌握了 你猜咋呢 最贵的蛋糕多少钱 不是蛋糕 发生大事了 你猜 我不想猜你说吧 咋的 他们俩要对咱妈下手了 刘草梅 一个是她女儿 一个是她儿媳妇 他们对妈下手 他们俩能把妈给害了呀 他俩要把咱妈给卖了 他俩一走我就找那父女儿 我看一问我全都明白了 姐 磨刀什么呢 你收拾好了没有啊 收拾什么 今天不工作了 今天不工作了 没心情 行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快走吧 不工作了 再见 拜拜 再也不要见 再也不要见 说什么 就这个呀 你来说 我过来说 云姬 你是不是又画楼梯画 我画楼梯画你高兴吗 不高兴 所以我让她走了呀 我告诉她今天不工作 不是今天不工作 以后你不喜欢的事我都不干 真的啊老公 当然 妈 太好了 你要早这样得多好啊 你要早认识到这样了 哎呀 老公 我怎么饿得很 老公我给你做饭 我回来给你做饭 你要吃啥 你说 我想吃 老公这样吧 给你做一个咖喱牛肉 再做一个红烧带鱼 好不好 你现在就多饿了 没问题 老公 老公 老公一起啊 今天到家半小时给我打电话 好 我就给你炒烧肉 炒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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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点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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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你不是干活心不在焉的 那个什么柔柔啊 你过来帮我一下 哎呀妈 我这不是帮你收拾呢吗 我要问他点事你快去 又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什么事啊 你看把你给吓得 我问点别的事 我跟你说啊那事过去了啊 你别再提了啊 我问他没人吃什么 妈 您叫我呀 柔柔 那个 蛋糕给他留了吗 留了 在冰箱里 咱赶紧去快 饭后甜甜吃点吧 吃 不是让你在这吃 想上屋吃去吧 快去吧 看我干什么呀 我吃蛋糕去 周老还有事啊 那个 怎么了妈 怎么了 柔柔 妈问你个问题啊 你就当 问了也没问白问 白问 问我也没问 还白问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 我问了也没问 白问 就是 问了也白问 您是想说 您问我一事儿 然后 我就当您没问过一样 对对对对 放这一样 那您问吧 这上次 你说给我介绍一对下 不不不 妈 我发誓这事儿 我再也不提了 你 你误会 你没领会我的意思 这精神你没领会 我的意思 不是说了吗 是 问了也没问 是白问 这这一部分吧 是以上 以下部分呢就是 我问你是白问 但你听不能白听 你得如实回答我 行 我知道了 行 那您 那您继续问吧 真明白了是吧 明白了 那行 我 我就是想知道 我在你们年轻人眼里 我 应该找一个 什么样的对象合适 您 真的想知道 一下了 一下 好 那 我得先问您一个问题 我不是白问啊 您得如实回答 如实 您觉得 今天那个美好时代蛋糕怎么样 你先别说那蛋糕的事 你刚才我跟我说你 您就问这蛋糕 你觉得怎么样 不就这蛋糕好吃 真的好吃 味道挺好的 你就回答我那个 这蛋糕啊 跟这事有关系 有关系 你看你 我不问介绍你 你总不能给我介绍你蛋糕 你这蛋糕是谁做的吗 你看越说越远 你这做这个蛋糕的人 就是我给你介绍的那个人 谁啊 老魏蛋糕店 老魏 老魏 久了 不 怎么了妈 妈 妈 你去 没有我去 当你白问了吗 妈 老魏 魏东平 六十二岁 身高一米七五 体重一丝一百八二斤 老魏蛋糕店老板 我轻口问过她 愿不愿意再找个老伴儿 她说她特地去做了体检报告 她想有个家 不 我轻口问过她 你 你说你给我介绍的人是老魏 你 你没跟她说是我吧 没有 没有 还没到那一步呢 我不得先了解您的想法吗 反正老魏那边的态度很明确了 她肯定是希望再找一个的 妈 经过这么多天的考察 我觉得吧 老魏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跟您 可以谈得上是门当户对 你说我跟老魏门当户对 我说的是精神上的门当户对啊 所以嘛 我觉得吧 你们可以试试看 先大家交个朋友 走动走动 了解了解 从朋友开始嘛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问了也是白问 是 您是说了您是白问 可您得让我真回答呀 这个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妈 您看 这么多年 您辛辛苦苦地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 现在一切都挺好了 您可以开始享受 属于自己的生活了 再说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事 以后陪伴您的就是老伴 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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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咱家这几个孩子 我的世界就是这个家 将来你们再都有了孩子 我就给你们带 家庭嘛就是这样 一带一带过来的 我都这把岁数了 要是再 再嫁 不让人笑话嘛 咱又是英雄家庭 对你公共也不敬啊 妈 可是都 我不说了吗 问了也是白问 那白问的意思 您明白了吧 您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可现在关键的是 您对这件事您想明白了吗 笑脸外了 好 老公到位了啊 到位了 这大眼睛这家伙 一闪一闪亮晶晶回来回来 干嘛干嘛 我有话要问你 这吓我一跳啊 这这咱妈气横横的呀 怎么了 谁又惹你了 您问 如果说咱妈在嫁 你会反对吗 开什么玩笑啊 睡觉 你说你们做儿子的 是不是比女儿更反对 老妈找老伴啊 妈晚上要跟你说什么了吧 也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吧 我们大家如果能够支持 和鼓励妈 有自己新的生活 她可能会比现在更快乐一些 你这话说的 妈现在不快乐吗 她现在的这种快乐 和其他人给她的那种快乐 是不一样的 算了 跟你们男人说 你也理解不了 老爸 你还是不太了解 我十二岁我爸就没了 从那时候起 我就帮着我妈带着我弟弟和妹妹 我有时候都觉得我这个当大哥的 就跟半个爹似的 这就是长胸无腹的感觉 我从来就没想过 将来有一天我妈会再给我找一个爸 从来就没想过 那要是咱妈真的找了 你会不会反对吧 以后别再提这事了啊 为什么一提到婆婆在嫁的事 愉快就这么敏感呢 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 儿子对母亲的情感和女儿 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谁啊这是 谁啊 来了 来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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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怎么也起来了 你别管了我开门吧 好 谁呀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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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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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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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记一记又跑了 你试着吗 我来试试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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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俩都不能玩手 还需要清理身 你面前面 这 这这观察能力还挺强 你看这干干干干干干干净进屋吧 都可以啊 拖鞋子让你给下掉了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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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 好没 快坐下 好没 先别哭了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这员姨怎么回事啊 走走啊 余季和那个兔妥她又跑了 还把我骗回家 让她就不管了 我的心都碎了 妈 你肯定为我做主啊 草莓 我走了 感谢你的关怀和帮助 余季鞠躬 你放心 他就是跑到天涯海角 我把他抓回来 不哭了 草莓 大哥也替你做主 等这小子回来 大哥收拾他 给你出气 就是 我就不信他永远不回来 是吧 行了 不哭了 草莓 这事千万别跟你妈说 完了 我跟我妈说完了 这孩子 这就是嘴快 没事 没事 不哭了 说了就说了 这没什么 鱼记 肯定是鱼记回来了 收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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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 妈 你给我看着 小媚看着啊 看大哥怎么给你出气啊 这臭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 这么热闹啊 这么晚了 没休息呢 不是鱼记呀 揉揉 带草莓 上鱼果那屋去 行了 别别别 儿媳妇们都先上那屋去吧 怎么了 你来时候看见鱼记没有 行行 赶紧先进屋吧 没事 没事 来来来 坐坐坐坐 这么晚了 有事啊 我是来跟你们商量商量 虎子上学的事 虎子上学是不是有点早吧 怎么还早啊 现在上小学啊 必须提前两年报名 要不然就报不上了 所以虎子这事啊 必须是未雨绸缪 那倒也是啊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对 你跟我们说说 怎么计划的 我已经想好了 我给虎子啊 报一个美国学校 纯英文式教育 你想啊 虎子以后的母语 那就是英文的了 他周围的人呢 也都是美国人 那他的视野得多宽阔呀 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就不一样了 不 那就上外国上学去了 不去国外 就在咱们这儿 有私立学校是美国的 美国学校就贵族学校 就特别贵 你瞧瞧你愉快 你想什么价钱呀 你是不是就这一个儿子呀 妈 你现在是不是就这一个大孙子 就算愉快以后他们再生 也未必生男孩是不是 所以呀 我要为您这大孙子负责 我不能让虎子输在起跑线上 不是 咱这虎子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吗 就上中国人学校就行了 上什么外国人学校 这不崇洋媚外吗 妈 妈 也没有什么崇洋媚外不崇洋媚外 就说这虎子这个性格呀 它不适合上外国学校 你说对了 就是因为虎子这个性格 所以我才想让他上美国学校呢 你想想啊 上咱们这儿的学校 那些学生他们就会说三道四 问你爸爸是干吗的呀 你妈妈是干吗的呀 要是知道他父母是离异的 那虎子就抬不起头来呀 这怎么就抬不起头来了 你只要家长不给他灌输这些 就不会对他产生影响 我从来不给他灌输这个 我的意思是 那个大环境 社会大环境不一样 你想想如果上了美国学校 那美国人离婚率特别高 所以啊他们不在意这个 也不会议论这个 他们的人就特别地开放 不不不 最大的就是虎子 现在怎么样问题出现了吧 再说这教育问题 教育上咱们不跟别人攀比 咱比那个干什么呀 是吧 行了 我们说什么攀比不攀比的 不是就是怕花钱吗 华亭露你这就不讲道理了啊 自打你进门到现在 我们提过钱的事吗 问过多少钱吗 为虎子砸锅卖铁我们都舍得 我们就是觉得没这个必要 怎么没这个必要啊 虎子教育那是大问题 就连虎子教育你们都不管 那以后虎子 发展成什么样的人 我就管不了了啊 华亭露 你不管了是不是 那好 你交给我们 你把虎子的分享权变更过来 把孩子交给我们 我来管 我这三个孩子不交也挺好吗 对不对 我们一个英雄家庭 这样一个家庭 教育不好一个孩子 这事这倒简单了 抚养权一变更完了 就这么定了 对 我看行 就这么定了 什么就这么定了呀 咱俩离婚虎子抚养权 已经判给我了 我现在跟你们谈的是 虎子的教育问题 你不说你不管了吗 你不管我们管呀 你把抚养权一变更 不就完了吗 连虎子教育问题 你们都不管 还谈什么抚养权呀 抚养权的问题 你们就甭想了 我不会把它给你们的 孩子上学的事 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晚上我再让了 就这个 就他能教育好孩子 赶紧把抚养权要回来 妈 妈 妈 什么孩子你让他教坏了 不生气啊 咱甭跟他生气 你放心 抚养权我一定要回来 这华庭路啊 还真是软饮不迟嘛 不过你放心 我呀 我一定要想办法 好好找他谈一次 争取把虎子的抚养权 要回来 没那么容易 你说这回这么一闹 华庭路更不想 让我妈见虎子了 你说自打从虎子上次 来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我一跟她说要见虎子 她就跟我说 虎子回上海了 要不就跟她姥姥去旅游去了 总之就不在北京 就是不让你见 老公 如果 让虎子到我们幼儿园来上学 那这样 咱妈不就可以天天见着虎子了 这倒是个办法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老婆你看看你这个脑子 这你这么聪明啊 你太聪明了 你可算夸我了 你不一直是我笨吗 那我不是逗你的吗 你真笨我也不会找你 是不是 可是这事 如果跟华庭路提出来 你说她会同意吗 确实有难度 不过总归有 会有办法的 我来想办法 我这都刚给你换的 上次虎子回来 我都没让她用 你看看这沙枝特别好 特别细 你就她的事在这儿住着啊 妈 那虎子不会 一去不复返不回来吧 那叫一走了之 不叫一去不返 她敢 我打折她腿 妈 妈 那我这是不是就叫做 守住待兔啊 你这叫守望幸福 妈妈妈 妈 那 华庭路来干啥呀 她能干什么 要钱呗 看我把户子都分享圈 要过来我怎么收拾她 好 没事了啊 来 来 那妈你好好休息 好好 妈还挺累啊 那余记手机一直关机 我联系了她几个朋友 都说不知道 后来我又找了几个人 也没找到 完了 我想估计是太晚了 等明天白天我再接着联系吧 这草莓怎么就非喜欢她呢 余记这不靠谱 行 你得等余记回来 我好好教训教训她 这余记 她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吧 不会 余记我太了解她了 你看她平时乍乱乎乎的 其实她挺有分寸的 再说草莓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 是吧 也不会闹到哪儿去 你看 对了 容容跟我说了一想法 她说呀 说想让虎子转学 转到他们幼儿园去 这样你就能天天见着虎子了 转他们幼儿园去 那这好啊 那华丁路能同意吗 反正我过两天我找她谈谈呗 我做了她工作 虎子要真能转来 我就天天能见着我大孙子了 你放心吧 保主让你天天见着虎子 那一说我真想孩子了 那行 那你早点休息吧 别 别 别想那么多了 那什么 对了 那个草莓她妈那儿 她要是知道余记又跑了 肯定又 又该来闹来了 上次假怀孕那次闹的 但小夕没不知道的人 要不你去看看去 行 这事包我身上了 你抓紧 要不她明天一大早她就能来 我明天一早我就先堵她去 对 放心吧 妈 你赶紧休息 赶紧早休息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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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老板呢 我们老板不在 不在啊 对 这么早就出去了 他有事情 好好好 对了 那麻烦你把这花交给你们老板 那先生您怎么周固呢 别快 他知道 好的 您慢点再见 再见 我求你了 能能歇会儿吗 别哭了啊 来 来来 累了吧 来 喝点口水 妈 妈 妈 你别哭了 你放心 婆婆家 会对我好的 母带 草莓对不起啊 这算啥呀 这算啥呀 一起跑了可不是第一次了呀 要一次 不自而别 要一次 人间惩罚 要一次 不要我女儿了 这场地是没啥呀 母带你 你先别哭了 阿姨 是这样啊 我 我说句公道话 是鱼记自己要走的 跟我妈没关系 我也不知道 那 再说 我妈对草莓怎么样 你也看见了 她是真的好 麻烦烦 这没你长话的缝 我今天来不是吵架的 我就想问一句 今后我们家草莓跟鱼记着日子 到底还过不过 过 过 阿姨 这肯定得过下去呀 这日子啊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做生意的 这话传出去好听吗 别人都以为 我未来女士跟别人私奔了呢 我女儿的脸往哪儿抱 我的脸往哪儿抱 阿姨 那个 你听我说啊 这事吧 第一 鱼记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 第二呢 我们会尽快把鱼记抓回来 给您当面道歉 对 是 第三呢 在这段时间里 草莓就住我们家 是是 那咱一起照顾她 对对对 我们一起照顾她 是 第四呢 马荣荣 你说你 在这儿下插什么话 你说你 不就是个当儿媳妇的 你凭什么 只手画脚的 这荣荣不是也着急吗 她也是好意 再说她跟草莓 这两个人感情也好 她是好意 你别误会 妈 妈 妈 你们听听 你们看看 我女儿在自己家里 从来也没什么 这样的委屈 草莓 草莓 刚才容若说了前三啊 我说第四 这第四 这第四点呢 来 草莓 草莓 来来来来 这是我祖穿的 也是我的陪价 送给你了啊 送给你了 可是 还带着有点松啊 你看 这二十四块钱的傻孩子 这不活气吗 你这一捏 一捏就紧了 这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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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紧点 可嫂子 这款业是不是太老气了呀 不会啊 这款式比较简单 永远不会过时 再受了师妈的一片心意 有经年意义 是老货 是老货 这 这橙色就是不一样 是不是你看 是你看 越看越顺眼 谁让我喜欢草莓了呢 咱俩好嘎一好 给个面子 糊了 糊了 妈 婆婆送我金戒指了 好 可送嫂子那个金戒指了 能为好几个金戒指呢 你咋这么不失大地呢 你 您婆婆 把这么贵重东西送给你 这是全家宝你知道吗 这么 这么不失大地呢 你怎么是我女儿呢 想下 这 这不是太感动了 你 你对我们草莓 真是太好了 应该应该的 也许我将来送她一个金戒指 新砖的 当有条件的时候 那一个贵重的 喂 大陆 我是鱼快 对 我找鱼记 鱼记呢 拍片子去了 上哪儿拍片子去了 不是 关键现在找不着他人哪 手机也打不通 你告诉我吧 谁能找着他 找谁 小刚 小刚 我 我知道倒是知道 不就是留大长头发那个吗 我没他电话 你把他电话给我发过来 快点啊 妈 这个新镯子还给您吧 您看您把陪嫁的东西都给我们了 自己也没剩什么 这 这镯子反正我平时也不怎么戴 您就拿着吧 这是妈送给你的 收着啊 我知道 那还是您收着吧 妈知道你是真心的 是妈的贴心小棉袄 快收着啊 你说这草莓哪怕有 你 不说了 妈这么做呀 就是图个佳河 佳河才能万事行 你说是不是 妈 你太厉害了 太带劲了 真不是白给的 你听我婆婆说没 要给咱块大金砖 对付那么好 我想都不敢想啊 不对呀 就是那金砖闹的 看咱俩啥还没到手呢 就让金砖给绕糊涂了 她不说给咱买了吗 草莓啊 我都不知道 你看看余迹哪点了 你那么死心塌地地对她 妈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人有文化 人那说话卡卡的出后成章 文化 别说了 就搬到瑜伽去住 流入虎穴 咽的虎子 溜草莓 溜草莓 你说你这形容词用的 啥文化水平了 伯伯家咋能形容成虎穴呢 妈 我婆婆可比老虎厉害多了呀 你跟人家毛茸茸多学着点 你看人家哪家 差拔面来风的 你呀 好好在家坐着 等余继回来 看妈妈我怎么收拾她 嗯 听话的 给我玩 怎么着 余继有消息了吗 你跟谁说话呢 你横横的你 有消息了 说是进山了 在一什么村里呢 特偏北边 这小子想干吗呀 他真玩离家出走啊 走什么走 他往哪走 他拍片子去了 说要办什么展览 走的时候也不说清楚 什么玩意 人还弄一破条 他想干吗呀他 行了行了 他都跟谁去了 一模特儿 叫什么兔兔 还有一大堆人哪 还有什么灯光啊 摄影啊 不少人哪 你信吗 我得打电话 行了 你别打了 我一直打着呢 根本就不在服务区 他进那山里头 手机就没信号 是余继进山之前 给展览公司的人 打了个电话 他倒好 只要低抹油就跑啊 家里怎么办啊 听说那柳草莓张股蛋 一大早就杀家去了 能复得了吗 能复得了吗 这事你别管了 我处理